- 光解! - 光解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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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給大家介紹的是這款 放置英雄 優里卡 這款遊戲是這個 3D視覺型放置型RPG 所謂的放置型就是像我們這個 它會有這個機制就是 掛網的時間越長 它可以領到越多的獎勵 就是等於是說你就算沒空玩的時候也可以領到獎勵 那我們今天呢會跟另外四位實況主 聯合的來介紹這款遊戲給大家 分別是那個球力 統神 劉軒 還有這個蝴蝶兒 那這個喜歡玩放置型手遊的玩家呢 可以這個先用我的這個左邊的 是左邊嗎 先用我畫面左邊的這個QR Code進行下載 好那再來呢我們要給大家介紹 這款呢放置英雄 Eureka呢 特別請到了大咖中的大咖 林依成 來作為我們這款遊戲的代言人 相信這個公司都敢請林依成來代言了 這個投入的成本想必是非常的高啊 大家所以都沒有人開麥是什麼意思 哈囉 安安 安安 喂 那已經安很久了都沒有人理我 我剛剛沒有聽到你的聲音耶 我剛剛也沒聽到 因為你剛剛沒有開麥 欸你們的戰力都多少 你們有偷練嗎 我還行 沒有規定要練到幾等怎麼叫偷練啊 不是 我有玩了一下啊 你現在戰力多少 五萬六 哇操 很高嗎 欸欸欸不對 不對我多你一個位數耶 那沒事 沒有我不敢玩太多啊 我怕我們這裡面有些人可能 會異常的異議啊 會找不到家園在哪裡 我六萬啦我六萬 那我跟蝴蝶差不多 抓的位置差不多 安安大家安安 現在主持人好 安安 喂 安安各位好 安安 安安 欸你們幾等啊 27 27喔 25喔 現在是30卡31 我祖先還沒有推到很後面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看他現在有那個活動關卡 好像先領那個容積好像比較好 我就先打那個活動關卡 我大概都還沒抽耶 真的假的 我想說 我想說我事情都做完了 我不知道現在要做什麼 都還沒抽耶 還是你就現在抽一下 那大家有什麼經驗 我們要怎麼共同的在這個 不同的進度之中 共同直播 他就一個人指令其他人動作啊 我們就一個一個介紹啊 那就從你先開始啦 也可以 那就是你啦 就從我先開始 好啊 OK啊 嘿嘿 從我先開始 你怎麼戰機啊 你怎麼戰機啊 你們先啊 你們先 好那我先講 然後這個 星球呢 他的玩法呢 就是你可以 然後很輕鬆 他最主要的呢 就是這個 多線層探購 就是他的所有的這個副本啊 都可以同時戰鬥 主線的副本 有一些不行 然後我們就 先來 隨便 呃 這個 比如說那個 然後幾隻塔 就隨便拿一個這個 166層 然後呢 呃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這個 角色的陣型 然後跟你的這個 屬性 然後你的這個 主要角呢 就是你的屬性 現在的組合是這個 五個不同的英雄 應該是最方便組的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的屬性 然後光環 然後他的這個相生相克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然後這時候開始之後呢 用下角 就會有這個退出戰鬥 然後我們退出完之後呢 他就有一個戰鬥的符號 他就會 衝動著 現成 同時幫你戰鬥 就可以隨時 隨時 時間充分利用 隨時下線 隨時上線 好我講完了換你們 我太棒了 那你把我們的都講完了 是不是我都不用講了 我覺得你帶的不錯耶 而且你龍幾隻塔 為什麼你推到一百 六十幾層啊 對啊我才在五樓 你剛剛講的時候 害我很慚愧 對啊我還在十幾樓耶 為什麼你 我還在三十幾樓 欸啊你覺得這個遊戲畫面會不會很亂 蛤這遊戲畫面不會很亂啊 這遊戲不就單機遊戲嗎 我們可以單機起來嗎 也一打一都不用 他講什麼 他直接直接一心多用了 下一位 我先換我好不好 好換我換我 我怕不快一點的話 到時候就沒東西講 超尷尬 剛介紹這個多線戰鬥 我來介紹一下他現在開服的活動好了好不好 好的 大家先到這個組成呢 這個右下角也會長得很漂亮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這次開服活動的角色龍幾 那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星服全賞令 那在這個全賞令裡面呢 他每一天呢 都會開啟幾個類似每一任務這樣子的關卡 那這個關卡呢 其實他是建進式的 而且呢 他會就是幫助新玩家開始這個遊戲的流程 那隨著你解完這個全部的任務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送你一隻龍幾的這個角色 而且呢 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右下角也有這個星服回饋呢 這個就是你在打這個活動的關卡的時候呢 會拿到這個清酒 那這個清酒呢 也可以來裡面抽 那抽完之後呢 你也有機會可以直接拿到一隻龍幾 而且他這個整抽十次 就是抽一隻獎勵就少一個 所以你到時候是一定可以拿到的 那全部東西加起來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龍幾 補星突破到那個紅色的星星 那戰力也會變得超級高啦 所以整體來說呢 覺得算是這個非常棒的這個 新的這個開服服力 哇哦 我太棒了吧 好 介紹的真好 太棒了 哇哦 我可以再幫你們補充一點東西啊 好啊 拜託了 這是我昨天看到的東西啊 這個組成介面右邊啊 右邊有一排小小的格子 然後有一個信封啊 大家如果是新手的話 你可以進去這個信封 然後裡面有一個 下面有個重要的郵件啊 他會有介紹你一些這個玩法 一些這個來信 欸 把西山掉了 他會有介紹你一些 像我剛剛有開了一個 那個新手的那個搭配 他就有教你說 新手要玩哪幾隻英雄會比較好 然後或者是 你在這個 英雄介面 他右下角有一個推薦 他也有一些這個 基本的陣容 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你新手 不知道怎麼玩的話 可以從這邊 找一點陣容來 快速的上手 哦 太貼心了吧 天哪 不瞞你說我也是從這個 組合推薦那邊去組的 對 他推薦的還蠻好用的 好嘞 欸 那你們有核心卡牌了嗎 都抽到了嗎 有啊 我的 我的陣呢就是核心卡牌 還沒有 哦 你的陣就是核心卡牌 我有裝什麼龍姬 然後那個什麼 我等一下來抽牌 蒼熊之槍 欸 真的耶 蒼熊之槍好像放前排啊 就滿強的 好 剛剛等到比包完對不對 就是輸入這個HERO666 HERO77 HERO8 HERO99 這個很豐富的這個禮物 有金幣啊 英雄片啊 突破石啊 大家自己要來領 我自己就是全部輸入啊 還有我自己私自的 我自己去幫他找的 這個COSER77 還有BIP666 都有非常豐富的獎品啊 禮包啊 哇嗚 太好了啊 我幫你補充一下 這個禮包碼要20等才能用啊 是的啊 沒錯 禮包碼要練到20等才能用啊 不是一開始就可以打 20等不是一個多小時就練到了嗎 還是要跟他們講啊 不然他們等下繼續打了 然後沒有就說什麼 統神騙人組啊 怎麼不能用 上次英雄 Arica是林依辰代言推薦的 3D視覺型放置器RPG手遊 一個充滿奇幻冒險的世界 遊戲運用多次世代建模 擬增場景 GPU粒子特效 和PBR渲染技術 力求為每一位的冒險者建構一個 絢麗的未知世界哦 在你們的冒險旅途中意外驚喜還有危險 如影隨行 你會結識了非常多的夥伴 有外人內熱的冰雪之靈操控時間的時光之王 終於誓言的女騎士蒼蟲之槍 還有放蕩無稽愛喝酒的郁姐龍姬 那在這個世界正等待你的到來 一起踏上輕鬆又刺激的冒險之旅 一起去尋找失落的王冠吧 哔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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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聲綁目 念得太好了 我一直卡住喔 你們有創公會了嗎 -有啊 我創了一個公會 我創了肯定是沒人要進啊 我還是去加別人的就好了 我還有這個想法 阿 如果我們這裡誰創一個 我有創了 但是好像我看一下 已經滿了是不是 好像已經滿了 我們看看 還是我們創個猶豐幫我們 跟你們這邊很多的不系統 哪有 哪有誰不洗頭啦 我算在裡面 誇張 有誰不會洗頭 誰不洗頭 可惡 有嗎 有誰是不洗頭的 沒有啊 許爆 我今天丟起 你們平均幾天洗一次頭 兩天 我每天都洗 欸 寶貝你怎麼不洗 來 我幫你洗頭 來 幫你洗頭 我也差不多兩天欸 對啊 差不多兩天吧 我也洗啊 我也大概兩天洗一次 那很正常啊 誰說他不洗頭 對啊 可惡 可是你們兩天洗一次 不會覺得那個 哪個 枕頭會有點味道嗎 沒有啊 女生兩天洗一次 應該算很常洗的欸 男生的話 枕頭應該都會有點 男人味 男人味是什麼味道 油油臭臭的味道 那只好洗枕頭套了 我聊天室怎麼都說蝴蝶兒都在騙 欸 真的 抓到 沒有 哇 那各位最後呢 我們再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放置英雄 Eureka的這個 官方的這個網頁 官方網站他們其實做得非常的豐富啊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連這個網頁版 像這裡這個有一些活動 有這個公測見面禮啊 什麼的 公測見面禮呢 這個20集還可以領100抽啊 20集它會有一個 它就是那種等級寶箱之類的 每天會送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總共全部送100抽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 抽角色很容易拿啦 因為它第一個是 遊戲裡面送很多鑽石 所以你就算純鑽石抽也很容易抽 然後呢像它這邊官網還有這種角色介紹 比如說這個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蒼穹之槍 這個推薦的角色 然後還有這個 無限風暴龍姬 這些都是遊戲裡面的這個 強角 公認的這個強角 然後最後呢 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這個 代言人 是由這個 女神林依成代言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是 網頁版的這個官網 那這個3D視覺型放置系的RPG 所以它是一款這個放置型的遊戲 想要玩的比較輕鬆啊 專門喜歡玩這種輕鬆放置型的 這款你可以來嘗試看看 那也可以這個用我的這個QR Code 左邊有QR Code可以下載 好啦那這個 今天這個放置英雄 Eureka就介紹到這邊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再來玩玩看 收穫滿滿 幫助隨心快樂躺贏 幫助英雄Eureka